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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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好来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 那么第一位是媒体人罗友志 红衣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这个调通的妈妈桑 喜燕娜 大家好 好 欢迎 那么另外邀请到的是 郭文老师 陈美如彤老师 红衣好 还有是我们观众朋友好 好 以及精神科医师 王凤刚王医师 红衣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欢迎所有的来宾 那么我们今天要来上课 老师好 其实长知识是不错的 听故事然后长知识 今天主题是 那么 其实蔡琴有一首歌 其实很好听 叫做最后的一页 最后一页 它就是在描写 武厅生存的女子 从少女然后变成女人 然后她有一个爱情 可是到最后 那个爱情是破灭的 这整个历程 然后那个小女生 从曾经很高兴地向彩蝶翩翩 那个有志还记得怎么唱吗 最后一页 来宾请掌声鼓里鼓里 唱不前 她说最后因为离别哭倒在 露诗台阶 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台北调通的妈妈桑 Xienna来讲故事 那么她看过很多的红蓝历明 那这是Xienna的书 华丹初上 人生永远不怕夜黑 这个是由时报出版的 那我们Xienna 我们要介绍一下 Xienna在25岁进入调通 担任日式酒店 日式酒店的陪室 对 那30岁开始独当一面 那现在是日式酒吧的妈妈桑 然后也是台北市娱乐公关 经济职业工会的理事 然后担任过电视剧 华丹初上的文化指导顾问 我那个华丹初上很红 真的很红 那么2016年开始 她做调通文化导览 带领很多人体验夜的临身北 对 其实这个如果有事也OK 他应该要当领队 我是老司机 对 要当领队 现在已经没轻车 没轻车 那么这个这样的导览 常常爆满 叫好又叫做 那多年来 她其实也持续的 为八大行业争取权益 其实八大行业的从业者 其实蛮辛苦也蛮可怜的 常常被忽略 那她希望能够失去社会大众 对陪事业的刻板标签 给予更多的理解跟接纳 其实我觉得我很佩服你 没有啦 对 有这样的理想跟胸襟 那不过先请教一下 这个韦智 你听说你认识邪恩 对 那个时候 是什么 要好好说清楚哥 咱们那最后一页 不是 马上演出来是怎样 其实是疫情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可怜的行业 其实应该就是所谓小姐 那时候他们最可怜 因为很多 包括旺华的那个茶兜 大家记得还有人说什么 旺华是破口之类的 所以那个时候会造成说 他们是很容易传播的管道 因为那个房间又小 大家在吃粉 肚子灭的喔 肚子灭的对 我还记得 灰柱 对 你看那一个房子这么小 桌子到桌子中间都这么紧 大家都耳边撕磨 你说那不传练 那就是他们高风险 所以那时候大家对他们的那个 压力会特别大 然后后来有一群 有一群小姐来找我 因为她我是社会记者 她说有这个可以帮我们发声 那我刚才叫他们说话 我说没有 我讨问你好不好 我讨问你好不好 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 说你们总是要有人说话 我说 我跟你说一个人 那人一定敢说 还做过小姐 我说谁 你说是谁啊 我说真的吗 不然我就叫我作例去问 好 好 好 我想说应该还要聴 报告月十五天 一衰 说好啊 好 我很害怕 所以他这本书 宏宜哥 我觉得他那句话 我写得很有道理 就是 卸下有色眼镜 才能真正的凝视与理解 嗯嗯嗯嗯 所以他很愿意 因为他其实都一直在看 那有没有人要来 那后来我就去访问他 好 好 好 后来我就一路访问 我本来想说只是讲疫情 嗯 结果那一段访问喔 他一直一路讲到他 整个在以前二十五岁 到服务的过程 原来他滴酒不沾欸 好 好 好 酒店小姐 然后滴酒不沾 然后他每次跟我用开玩笑了 我说那你那你靠什么生活 他说我靠美色啊 哈哈哈哈 但是宏宜哥 后来跟他问着问着 我才发现他其实是个很有脑袋的女生 是是是是 他可以不靠酒 但是有办法服务到那些 因为条东西大部分是日本客人 然后日本的客人喔 忘不掉他的恩情 就是他那种服务到家 放不到你的心里面 有一个客人喔 在疫情期间喔 因为他那一陣你跟他说啦 他来也没意没意 也没收钱 他就要去台湾玩 结果他背去剃头 这样啊他也不知道 没意没意 好像认识几次而已 结果疫情期间 他竟然寄了一张超级大支票给他 嗯 哎 他说因为我在日本 超级多大 你看 蛮大 一百万日币而已啦 几幻算也 很多了啦 二十万 二十万十几万台币 差不多二十 以现在的汇率来讲 因为我都跟那个客人说 一百万真的不够 可以给我两百吗 客人说不行 只有一百 你现在汇率应该有二十几万台币的 有 而且没有任何代价 他问他怎么还 因为连疫情也不能来 他说你就留着用 因为我很谢谢你那时候帮忙 所以黄宜哥我觉得他是很有 有计划的在经营他自己 然后他甚至要告诉我说 以前他们要做小解 还要去做training 他们要训练 还需要训练 他说那个 泡茶的屁股 倒酒的屁股 跟点电池的那个屁股 那在在全部都要在 要关系到说会不会影响到你 跟电池的那个屁股 他不要跟他们闲就好 那我想请教王医师 酒店小姐你以前的印象是什么 我真的过去没什么印象 但是那个有一些患者确实是 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 那些店都要倒 不会啦 至少有好奇的成分在 所以应该不至于 如果有些人拿这样子的人 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倒了 不过那个患者里面 还是有做八大行业的那些患者 那那个其实因为 这个八大行业的人 特别是像做酒店或者是公关 或者是甚至酒厨 他们其实有很大的情绪上的压力 那其实国去有很多研究 这些有很严重的情绪劳动的需求的人 非常容易得共病 得到忧郁 焦虑 家庭关系变差 那失眠 那我们这边还是遇到很多 因为不得不去喝酒 然后真的有办法这么有智慧 能够滴酒不沾 其实人不多啦 今天很高兴你来了 等一下其实雪恩娜会示范 她怎么样跟客人暧昧 怎么到得精神病 不是 暧昧 这样 因为要讨好客人 让客人喜欢上她 那因为有志已经经验丰富了 我们等一下跟你换位置好不好 等一下 你就 所以她感觉是硬要我去魅惑 其实有志大哥搞不好比较适合 因为我们要请雪恩娜魅惑你 好不好 也行 也行 等一下换 不过请教一下雪恩娜 是 就是说 酒店小姐这四个字 本来你是不敢跟妈妈说 对 这么说 对 好 我要先大致的介绍一下 因为我刚刚都让大家来讲 现在换我来讲了 好 好 那就是因为我是在日式酒店 比较多 那刚刚 像刚医生讲到的这个情绪劳劳动 的部分台式酒店的情绪劳动 大概会是我们的十倍以上 因为台湾客人比较多 然后所以语言相通 然后文化相近 所以他比较容易扣谁 台湾人比较容易扣谁 就比如说如果生气我就翻桌 因为我知道底线在哪 可是日本人就不是我的国家 不是我的语言 不是我的法 不知道的法律 所以他们来台湾喝酒 就会比较乖一点 对啦 去国家也是这样啊 对对对 然后所以呢台湾酒店的情绪劳动呢 比我们严重许多 然后我个人觉得 就是大家觉得的酒店小姐 为什么都会扣扣 是因为正常女生 只要进到这个环境超过一年 不是身体坏掉 就是脑袋坏掉 因为他们要 然后我们到后面会有一种情绪调节失能 的状况出现 也就是比如说 我已经习惯 对你非常的服从跟惨媚 然后不想要让整个气氛打坏 因为我怕我等一下收不到 你这一桌的钱 对然后我就算不是在这样的社交场合 我还是会害怕这个收不到钱的 这件事情产生 因为我就是为了钱去上班的 对 那如果我还收不到这个钱 不就很痛苦 然后了解 然后我今天出门就整个就是亏钱 要把人家的气氛处理好 对 可是我现在变成是 我连在家里 我都会想要把对方的情绪弄好 然后搞到我自己情绪变得 我不知道该在这个时候生气 还是该在这个时候难过 对所以我们就到后面会是 很小的事情就突然大爆发 了解 小的事情就大爆发了 就是因为它会开始累积 那那个爆发是在什么时候爆发 不一定 对就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太一定 所以我们就已经有一种情绪 调节失能的状态出现 比较多酒店小姐是这样 因为这样今天才会请王医师 也许你也需要他 对我需要 等一下我们私聊一下王医师 等一下你暧昧的时候就麻烦 再更下功误一点 王医师 那为什么酒店小姐这四个字 她不敢跟妈妈说 那为什么会走进这样的行业 等一下继续请教你 好 来 先休息一下 好 计划五会 是那青春年华正生的时候 那么去调同上班 酒店小姐这四个字 你为什么不敢跟妈妈说 有谁敢说呢 有谁敢说 因为其实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 其实对于八大行业的人 比较多一点其就是另类的眼光 对对对 然后是现在 比如说最近这几年 比较多八大行业的职人 出来分享他们的工作内容 然后比如说二零一六年的时候 开始带导览的时候 那时候就很多人报名 是因为 你不敢说 你也要出来上班 妈妈在室内问你都怎么说 可是因为我日式酒店上班时间 直到凌晨一点 所以我以前出去 年轻的时候出去玩 都还玩到凌晨三点了 所以还比平常的时候早回家了 但我那时候就是没有跟妈妈说 然后直到我 我妈某天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每天都那么晚回来的时候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然后我觉得我解释了 也是越描越黑 我干脆就把她带去店里 对 我就 带妈妈去酒店 对 我就因为我们的习惯 就是跟客人先吃晚餐 然后再把客人带进去店里头消费 然后我就跟我的日本客人说 我要带我妈妈一起吃饭 然后我们家客人就说 这么快就要见公婆了吗 然后我就说介不介意这样子 然后客人就说没关系 就带来 然后就在吃完饭之后 然后再带进去店里坐着 就妈妈也是当客人一样 就在吧台 然后跟客人 虽然是鸡同鸭讲的在聊天 对 然后但是她就 坐了三个小时之后发现 原来你上班的这个酒店 跟我想象中的酒店差很多 然后她就比较安心了 然后后面之后的每个礼拜 那客人看着妈妈来 什么人家下手 对吗 不会 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空间 所以其实她也看得到 其他小姐在做什么 对 然后妈妈想跟她解释说 我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那为什么白天要去学高尔夫球 为什么我们要学日文 为什么我们要学插花 什么之类的 那聊一聊之后 我妈就觉得 你不错 然后直到后面 就会一直问我说 你怎么今天没有跟客人去吃饭 你怎么没出问 你去学校后怎么 很可爱 然后我就想说 你现在要把我推入火坑吗 那你为什么会去酒店 当酒店小姐 真的要问这个 我就要考了 好 OK 因为一开始在接受 媒体采访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不要讲得太细 然后就是轻描淡写的带过 但就是OK 就老实的招 就是我当时是坐船直小辈 被骗吗 应该是说被洗脑 就是在十五年前 二十十五年前左右的时候 那个船直销非常盛行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把它搞成船直销 在卖得很多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卖一个 喧香精油 那时候又没有要事法 就是它可以宣称疗效 然后我那时候就以为 这个喧香精油 可以改善呼吸道系统 对 然后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我就很用力地去卖它这样 后来真的去到法国之后 发现那个味道跟包装 跟成分之类的 跟台湾的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我心就碎了 我还坐在那个佐安咖啡那边 一整排咖啡厅 然后在那边护卫 你去法国看总店 对 我就去 因为那个总店是你要卖到 一定的营业额才可以去 但反正我就是一年机会 我就到那边 我就需要一个法国男朋友 反正我就去那里了 对 然后去到那边之后 我才发现它是骗人的 对 然后回来台湾之后 我大概发现 它那个总店长什么样 它其实就是一个 卖餐饮用品的店 就是卖什么瓷碗 那个盘子 餐巾籽 然后那个薰香精油就这样 少少的五瓶在那个小角落 对 但是我们台湾把它讲得 好像旗舰店一样 在香榭大道 烤烤 堵烤烤烤 你就要买到整千万的 公司才会招待 你去那看工厂 然后看这个东西什么之类的 然后招待你一个奢华的 法国之旅之类的 然后我还为了那个目标 非常努力 对 我半年就抓了二十几个下线 一个下线都要花二十几万 才可以进来 下线应该都 大家都要囤货 是不是你的同业 对 没有 那时候就是我 站专柜的同事 或者是高中同学之类的 是 那你这样最多的时候 负债多少钱 我那时候就为了要 因为我觉得这商品 是不能相信的 所以我就问我的下线们说 我不做了 那你们 你们如果要做 你就继续做 如果不做 你开过剩一半的 我帮你半价买回来 那我本来在船直销 是有赚钱的 然后后来因为 因为大家都被信带进来了 我觉得与其所有人倒 倒不如我一个人倒 对 然后我就说 那你把东西卖给我 然后我就去 就去美国 我就开始借钱 然后跟下线买回来 跟下线买回来 我那时候就大概 急速负债到八十几万 对 那时候你才二十出头税 二十二岁 二十二岁 但是因为大家都是 背信带进来的 因为我那时候占专柜 所以我们的额度很好申请 我那时候在星光三月 所以我们一下来的时候 就是十万块额度 对 然后那时候就 到处疯狂地办卡片 然后再领出来 然后或者是去公司刷退 反正就是 那最多的时候 下线不要 最多的时候欠多少钱 因为他是付利的 所以现在我的负债已经 超过一千两百万了 什么叫做现在 就是因为我都没有还 没有处理他 对 然后所以他从八十万 二十二岁那时候的八十万 然后滚滚滚滚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千两百万 现在你还欠 我现在还没有还 不用还喔 没有 要啊 要还 我现在名下 只有我家那只狗 就我名下不能有任何东西 但这种悲哉的生活 其实蛮痛苦的 但因为我那时候 到后面我开店赚钱 为什么没有处理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那时候卡到公司法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 下去做股东 然后我就不能做清算 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等到某年之后 才可以做这个清算动作 那你不是去酒店上班了吗 不是赚很多钱了吗 对 因为学校没有教我怎么理财 没有教我怎么花钱这回事 是 对 然后我就开始一直 比如说还有下限的债 还没有还完 然后我那时候信用卡 最低因缴金额 我那时候月薪也才三万多 然后我就要缴到最低因缴金额 就要缴到四万了 然后我以为进酒店可以赚很多 对 月收入超过十万 日式酒店月收入要超过十万 至少要三年以上的经验 因为语言不通 我光是学语言就需要一点时间 然后抓客人 然后按照日式酒店的 业绩的计算方式 其实没有像台式酒店那么 快速赚钱 但是按照我年轻那个时候的条件 我也没办法进台式酒店 没有办法进想象中的台式酒店 就比如说金钱报那一种 我就进不去 但是如果是比较低阶一点 我可能进得去 但我那时候不知道 酒店有分这么多类型 了解 我以为酒店都长得一样 但后来进去八大行业之后才发现 没有 它分很多种类型 夜总分很多种 什么制服 便服 礼服 然后礼客 阿公店 然后日式 然后什么有的没的一大堆 听说你们在那儿 就是要贩卖曖昧 对 就是到日式酒店之后才发现 跟你想象的酒店不太一样 然后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样的 工作内容 我后来归类出来 就是我们大概就是 日式酒店大概就是以 卖曖昧 卖爱情为主 卖曖昧 卖爱情 对 卖那个氛围 什么叫做曖昧 男人最喜欢曖昧 我家是赌场嘛 是 那个我家附近就是 东云阁 白玉楼 老师一准 老师一准多少 大厨 大厨 台国民生的旁 土地公园口旁 现在都是违章建筑 我家开赌场 那都是大咖的什么库马 什么鱼鱼 什么曼谷 除了有保镖之外 通常都还会带那个 红牌的酒家女 我就曾经被东云阁的那个 妈妈桑 看中 没有 他跟我爸爸讲说 这个 这个你 小女孩 咪是不错 那身材不行 还说话 这样去讀書好了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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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讀書好了 这很大的侮辱 没有 他就 在妈妈桑的 那时候你多大 那时候我高中 高中 高二了 已经高二了 陈老师是后来发育的了 真的是 那就是说 他们的眼光里面 妈妈桑的眼光里面 就是说 我不可能成为红牌的 那人家那个妈妈桑 一看就知道 你知道 他就把我分配到最下级的 就是去读书 读书是最下级的 你说这个 只要聊到去讀書就好了 去讀書 我正好在背 苏中波的赤壁赴 我就是这样子 那龟水街 整个龟水街巷子里面 都是妓女户 那个叫江山楼 江山楼 是台北最早最早的 红绿灯户 那我同学也有家 我同学的阿嬷 也有开 他们很奇怪 我就很奇怪那种 妓女户 为什么上面有写 有一种是有说 自女户 一种是酒家 酒家 酒家是都 都是 你那去酒家都是穿 小米露 你知道吗 都穿西装打领戴 都是大冠户 陈老师 这个是对底层 怕出人外 没有加入的 等一下继续聊 来 先休息一下 今天也邀请到陈美如陈老师 那陈老师他住在大厨堂 那大厨堂 这个以前说有钱的同学家 有人开酒家 酒家 有的是开进女院 阿嬷开进女院 我觉得我同学有一天就说 老师昨天有来我家 我听到好害怕 因为我家是赌场 我最怕老师家庭访问 结果他说 如果我们阿嬷 有交代老师 这段 那个花生命 脱刀 脱刀 他家不是有甲乙丙丁吗 以前那个妓女户就是 我也不懂 为什么会分甲乙丙丁几 我是指 就问他就知道了 他们就有分甲乙丙丁几 那我同学家 阿嬷开的是甲级 他才说 老师昨天到我家 那就是老师有妓妓女户 其实人质本性 你的小学老师 对... 对 有钱的去酒家嘛 有钱人都穿 小米露去酒家嘛 对... 那那个妓女户呢 是什么呢 妓女户就是 都是... 就是你看 没钱的就去妓女户嘛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什么 我对面有个阿嬷 常常拿美金 那时候美金是一比四十 来跟他们认 说你看 这个我孙女户贪的 人家去美金俱乐部上班 美金俱乐部上班 我们在中山办楼 那那个姐姐还曾经请我吃过巧克力 好好吃喔 我才知道那个黑黑的东西好好吃喔 可能是美国大兵请她的 对 结果有一天喔 她好像疯了 她就在... 在我们那个街上喔 行啊里面脱衣服 喊啊叫啊 后来人家就说 她得了美国的美毒 得了美毒啦 美毒就是脑筋会错乱 是喔 我是那个年代长大 我看了那些酒家 你看... 好好好... 分配我还是乖乖读书吧 别人觉得是得了精神病之类的 真的 因为其实这个行业做久了 真的情绪会有一点 跟精神上面会有很大的 你还好说嘛 都要讨好客人 对 然后所以这也是 然后自己再回去发泄情绪 但这也是因为早期大家都觉得 我觉得程老师讲 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 是因为其实这个行业 青楼红楼五千年来都有 对 然后有这个需求 才会有这个供给 当然... 对 然后就是因为... 全世界都有啦 全世界都有 对 那所以 所以我觉得 另外一面要探讨的是 那有没有人看到 在这一个环境工作下的 小姐的压力 背后的故事 对 跟他们所受的歧视 然后跟羞辱 或者是他们这一个行业的 专业能力在哪里 什么是专业 刚才是专业说 他们其实就是贩卖曖昧 对 你对这个事情也很赞成是吗 我是看到那些 那个很大胆 大胆的那个露面 刺人刺风来说大胆轿 那些都大小兵之外 也会带红牌的酒家女 我觉得酒家女 红牌的不用漂亮 但是比较软 比较软软的 手大好 如果说他打牌打败 他就这样打 他就这样打起 就都这样坐下 就要坐下最高的 他说你很厉害 你手很厉害 很厉害 你很厉害 很厉害 很厉害 是喔 不用漂亮 你把它弄成大胃在这里 你看这个 这个一定常常都坐下最高的 都坐下最高的 那都就是贤人说的 不用漂亮 但是要有手段 要有手段 是 那贤人啊 暧昧这个事情需要训练吗 要怎么样让客人觉得你们两个 好像即将要恋爱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贩卖暧昧的 最基础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是 你要知道如何让男生在 就是在这个时候 或者是在这个场地 然后你怎么去建立他的自尊心 然后或者是 满足他现在所需要的东西 那这个暧昧就会成了 因为有时候不是只有 爱情上面的暧昧 也许还有其他层面情感上面的 不同的需求 那你只要满足客人 这时候就好了 你也得安抚他 对 那有时候他这个很了不起 你也要吹捧他 对 或者是 你看到他心情不好 你就要陪伴的概念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 酒店小姐的专业知识 那你说暧昧的部分怎么卖呢 我已经请到一个医生来 这是多金的 对 那你可不可以跟他暧昧一下 是 让他心动 我个人觉得暧昧的部分 就是眼神 对 然后 眼神要怎样 眼神的话大概就是 你盯在眉中这里 不要盯着眼睛看 对 然后但是让客人觉得 你有在听他说话 对 然后身体转向 比如说像我们坐在客人旁边 沙巴椅 然后坐在客人旁边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椅子会做三分之一 对 然后客人是会往后 比较放鬆的做法 那小姐会做三分之一 膝盖并拢 然后往客人的方向靠 然后尽量碰到客人 对 那你屁股跟客人当中 你就会有一点空间 那如果他对你做任何的 不礼貌的动作的时候 你有空间可以挡 有机会可以挡 对 好 那妈妈厂以前都有教说 坐在客人旁边的话 手要放在客人大腿上 就要让客人觉得说 我有在注意你 那因为我的肢体动作 我膝盖往客人的方向靠 所以有点像是我在听他说话 然后不管他讲什么 或唱歌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看 然后就会 即便你在放空 也是身体的状况 也是朝客人的方向这样 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空间 对 像餐厅一样 就这一座客人 看不到这一座客人 所以其实你在台面上 不能够做 有太超过的亲密动作 因为公司是花钱在栽培小姐 他会希望你是客人 就是公司的资产 这很多客人在追你 如果你今天在这边 跟客人玩得太开心 然后甚至喇叽的话 其他客人就说 那小姐可以喇叽 我也要喇叽 我就整个晚上都要喇叽就好了 然后或者是 比如说我跟客人做的 很暧昧的动作 在台面上做太暧昧 其他客人就会说 那他被这个社长定了 那我们就不要追他了 那妈妈上就会骂小姐 你最好你这个客人 一个月可以贡献 一百万以上的营业额 不然你真的是 一天就像人家沉着火 要做什么 那客人来 其实酒店小姐就想 多赚一点钱嘛 对 那如何让他多掏钱 这个要花钱上课 不是 要训练 没有啦 我们基本上不太会跟客人要钱 那开酒不就是 但那是 那不是要钱 你说实际下的吗 那他都为你 我就指定协纳 不是你知道这是工作职业上面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日本第一男公关是谁 对不对 对 但是你不会知道 台湾第一女公关是谁 是因为在日本的职人文化当中 如果你爱我 就来店里开香槟塔给我 在日本的陪侍业就酒店里头 一座香槟塔是五百万日币起跳 你爱我 你就是来公司捧我 因为我要变第一名 因为他们有个制度 是会被别家店买走的 是 那可是在台湾不一样 如果你爱我 买房子给我 买车给我 不要让公司知道 所以你不会知道 谁是第一女公关 那你要如何让他爱上你 你要如何让他爱上你 哥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 我知道你早就很爱我了 对不对 对 对啊 你真的是 这问题太笼统了 对 那我跟你说 就是来店里喝酒 日本客人都是重细节 然后台湾客人都是重感觉 比较多 那所以在日式酒店上班的时候 细节就变得很重要 然后那个细节的话 大部分就是 比如说每一个动作 都要放慢速度 那我现在要演绎的是 有一些细节 对台湾人而言 是不太会懂的 对 那在日本的 在日式酒店里头 比较多人 对不起 我要先讲一下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未成年请勿饮酒 谢谢 好 那就是比如说 在店里的时候 我们尽量是每一个动作 都是两只手 那日本客人在看的时候 就会 哎哟 这个小鞋 可以说日式 还知道日本人的整体 哎哟 没错喔 要两只手 要尽量 尽量啦 尽量啦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动作慢慢来 对 很多时候客人 中的是细节 视觉舒服 对... 然后比如说 这是日本客人比较常 会喝的威士忌的 饮用方式 叫米子哇哩 对 那米子哇哩怎么调 就是冰块放满之后 酒放到杯子的两分 然后水再倒满 之后呢 调棒放进去 二到三圈 笔子拉上来 然后再放到客人的面前 对 你的人放在这里 不好意思 我想说 他要倒喝 因为我知道你不会喝 对吗 很坏 不要紧 我知道 不是 然后你就放到客人面前 那日本人的规矩有很多啦 我跟你说真的是 A4指四大章写不完 比如说他们有一起干杯的仪式 所以你酒做好之后 要一起上 然后跟客人干杯 也有一定的姿势 烟灰缸怎么换 然后笑不能漏牙瘾 什么之类的 就很多规矩 那然后比如说 你在给客人 那个调酒的时候 你也不可以 还以后来说 还以后来说 坦白 这样太粗鲁了 对 就是其实在店里头的话 然后大部分 我觉得很多细节的部分是 台湾客人不会注意到的 因为他会 比如说我们靠近桌面要蹲下 我就有遇过台湾客人 跟我说 我拿不死 你给我滑 那在日式的话 是因为我们如果 站着跟客人讲话 这样写式是没有礼貌的 所以我靠近桌面要蹲下 然后人家 台湾客人说 你不要给我滑 我拿不死 因为如果太高的话 我变成我客人要仰望 对 所以就会有这种很多的小细节 你冰块不能旋转 然后烟灰钢换 然后帮客人点烟的姿势 笑不能漏牙龈 椅子不能坐超过三分之一 被要挺直 以前妈妈上跟我们 就明明大家都在唱歌 是怎么我们大家都有幻听 都听得到 那你就会看到一整排小姐 搭背都突然挺直 妈妈上来了 妈妈上来了 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系列有势 好 刚刚这个 这边也有陈老师一直讲 就是男人去那边 其实就喜欢暧昧 暧昧就是 希望有一朵节语花 能够了解我 听我讲话 我吹大牛 讲当兵 讲探大钱 讲股票怎样探大钱 以后都不用说 都说大 都说贏的 那就这样子听得 其实 其实谁晓得 心里在想什么 但是眼睛就像老公 这样 我好崇拜你 你真的是我的男神 男人就觉得 如果这样讲 太太 如果是这样的话 太太的反应是什么 不是 你回去的太太 都是很重要的 你今天是在做什么 小孩功课都没有在过 对 我看到太太说 有过来了 三十多年要你讲 都说做 说一套 说一套 过来去小孩 所以在酒店来 不管你知道酒店的专业 就是在这里 不管坐在旁边的客人 高崖胖瘦 然后或者是 是不是小姐喜欢的行 那都不重要 不重要 他来我们就是要 满足他的那个自信心 好 那我们讲 那疫情期间 为什么万华狮子王 会去到茶室 然后那个茶室小姐 在那边说 他就是来做人与人连结 这个这一块 那我就觉得是因为 就像你讲 就是万华狮子王 因为年纪大了 他也不见得每天都要干嘛 对不对 他去 地点也不见得每一次都要 做大家想象的那一种连结 但是 就是会有人听他说话 然后因为家里的老婆 不听他说话了 儿子也不理他了 女儿嫁出去了之类的 都有可能 那我们的专业就是 不管你讲什么 我们都会说 哥 你好棒 你好帅 就是这样 你知道男生很幸福 你还可以花这样子 一点点小钱 去得到这样子的成就感 你说我们女生呢 我们要去哪里找 这样子的成就感 这样子的 真的 对啊 女生没有这样子的地方 可以去 哥 你好棒 对 我们没有听到说 妹 你真的很强 你很棒 所以我们有时候 我真的觉得 台湾没有人 就是台湾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 那我都说我们是夜晚的 心理諮商师 不好意思 你回来 你太太有跟你说 哥 你好棒 他不会 大部分都会 这个挑重点讲 什么叫挑重点讲 重点就是 你今天上班没有迟到吧 你的那个 鉴定的按量 应该不会被人家减少吧 保佑你会讨厌你这样子 类似讲这种话 那我们我就说我们是夜晚的心理諮商师 然后正牌心理諮商之后 在旁边的时候我就怕 啪 对 有志观察这么多 就为什么他们让客人这么沉迷忘返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互动 就是 曹老师讲的是一部分 这小姐一直push 但是南客是什么 行准 行准 对不对 行准 但是南客也有老司机 其实我觉得小姐 我很喜欢在酒店里面 那个以前 不是啦 以前 观察人性 因为我会观察到一堆 因为跟我去的不是有高官闲要 有的是警察 那有的是黑道 他们跟酒店小姐的互动 然后晕船的程度不一样 然后这些 我说实在的 我以前社会记者真的很爱去酒店 不是喜欢玩 就是刚刚实验那讲的 他会让我放松 人生百态 他会让我 因为你看我跟警察 为什么刚开始会去 我第一次去跑酒店的时候 警察刚开始全部都是带我去 像我找房居分居 旁边的什么鱷子 五块十块 我就落下去开始唱歌 当有一天警察说过酒 我心里面有个想法 是今天了吗 是今天了吗 那酒就是到台北市啊 就是到台北市 就是所谓要去调通啦 要去林申北路啦 同学会啦 我就说是今天了吗 然后我开始打电话 问一些前辈 我好像要去酒店而已 你知道那种男人的期待感 对 那为什么 那么让你那么期待 因为 第一个 因为我跟警察的工作都很负面 超负面 就是实际上来讲 我们每天不是接受 要被人家杀的啦 被骗的啦 跟你讲话 我跟你讲 然后我采访... 然后警察一直说 好好好 比路... 弄完之后我们下班就会打 打电话 来打电话轻松一下 我们一到酒店就是 我们就把那个负能量灌给他 对 那松一下有什么 有得给你松一下 因为就是像他们讲 第一个酒精一定是可以 很好催化的 对 那在家里喝酒也可以啊 我们就三不喝嘛 没宵吃 没粉 味没女儿 没喝 没宵吃 没粉 味没女儿 就同这条嘛 意思就是同这条嘛 旁边要... 总言哥你问到重点 旁边那个女生的那个柔啊 对 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都是钢嘛 每天警察记者 社会记者这种负面 那旁边有个柔的下去 我们进去就会有那种 那他们有多柔 多柔 哪啊 哪啊 我大概只能讲 我曾经碰过一个 就是黑道跟警察 因为在... 因为我们... 我说实际上 我们常会碰到在瞧事情 这警察跟黑道兄弟 你瞧事情 那一次喔 有一个警察 要把一个黑道帮派灭堂 这整个组织图都画出来了 那我本来不太想要 介绍他们认识 但是我想说 这种事不关我的事 那后来真的没办法 因为他知道我认识那个警察 我说喔 我看我不涉入喔 那你们要瞧我 我帮你们找出来 那你要怎么样 去跟他解释 你可以解释 我跟你讲喔 你这是违法的这样 后来我们... 后来我想办法 然后他说 有没有办法喔 那火花不要那么的烈 他说不然我们就去酒店 因为等口刚才 其实就去酒店 我们一进去喔 因为谈得很不愉快你知道 就是你会讲 你有我那个那个 你有我枪的小S 黑帮你们 再进入校园啊什么什么 然后骂啊骂去 我说我先走了 我要先走 因为那个气氛 我就穿在背上了你知道吗 洪宜哥你知道 你这些女生有多厉害吗 一进来喔 女生喔 就进来喔 老板好 三个字画出来 我想现场完全没有火药味 好... 所有人都往那小姐 我要这个... 一坐下来之后 你昨天说什么事情 其实也是可以 那你是怎么选小姐的 因为那个环肥艳寿各有喜好 我喜欢那种 刚刚Syana讲的 眼睛跟我对上的 眼睛跟你对的 那个叫有自信 对 一般的小... 敢看你的 敢看的 很多小姐在酒店里面 对上客人 老板好 一问完之后就开始这样 我想这种我才不会咬 因为你自己都对自己 没自信了 我今天晚上跟你一个晚上 我聊不到东西 不是那个最漂亮的 我不会挑这个 因为最漂亮的你坐下去 就会像冰山的你知道吗 冰山 因为他会高贵 很多小姐还有另外一种卖法 那种高贵跟神秘 也是一种卖法 但是我喜欢那种 因为整天负能量 要有个人跟我讲话 他就有自信看我 表示应该可以让我 那我跟警察就会开始 跟他倒垃圾 对 我甚至到最后 我就觉得你们真了不起 谢谢 我讲真的 那个垃圾这样倒 你们到垃圾他们都接收 全接 要接 而且他不会任何地批评 刚刚宏怡哥讲的 如果我回家跟老婆 跟爸爸跟谁讲 一定会说 这你会负责 每次你看这个你处理 你又说 又再说一说而已 又再说一说而已 你又说那种骗的 你又不能处理 不然你别做了 你去这边别做了 费费责责 一定是这样 但是那些小姐不是 她会看着 你今天处理一个被骗 她说怎么那么可怜 你好棒喔 我想你好棒三个字 解决了 你今天的那个压力 就整个 我好像 然后再来一杯酒说 罗哥 你好棒 我觉得全世界他最了结我 你知道那个 出去酒店的时候 我跟那个警察 我跟他就带着笑容离开 第二天可以再继续处理 一个负能量 那陈老师曾经 老公还在的时候 你曾经跟他讲过 你好棒吗 我没有当过酒家女 不是啦 我是说 你在家里面称着老公 老公 每天都说他很好 都很好 我是一个不喜欢管人 也不喜欢被管的人 我这个双子座的就是 不管人也不被管 那就是都很好 都很好 我坦白讲 我从来不会讲我先生 任何的不好的话 我那么小就认识他嘛 对 太了解了 对不对 是 你也看过他呀 OK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请ha 旁人啊 这个有爱过或喜欢上客人吗 很常啊 很常啊 对啊 我每一段那个 因为我们在酒店 早期在日式酒店妈妈厂 有稍微教一些技巧 就是你要怎么把客人分类 对 然后就是会有 暧昧课跟友情课 那有没有 他来 你喜欢上的那个男人 他有没有家事 有没有家事 因为有太多个 你问哪一个 不是啦 开玩笑啦 有啦 也有过 对 那怎么办 我们就当一个职业小山 职业小山 对 就是做好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甚至还有帮客人 就是替他的老婆 然后小孩买好礼物 然后他回日本的时候 就这样一整箱带回去 然后都不用担心 不用烦恼 那如果比如说 我的位置是在小山的位置的话 就当成那个男生 自己去买的礼物 要回去送给老婆的 对 这么几贴啊 对 基本上会把 我自己的位置做好 然后也不会让客人 觉得有负担这样 有没有那种客人 是想要跟你走入婚姻的 有 基本上每一任男朋友 都有稍微的就是求婚过 求婚 那对话未婚吗 对啊 我年纪太轻 那时候就不太敢步入婚姻 对 现在有点后悔 有那种 你的同事被骗的吗 有 这听蛮多的耶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要讲酒店的这个生态的话 其实蛮多 我有看过姐姐们 因为我们这边都叫 你们都岸上人都叫下海嘛 我有看过姐姐上岸之后 然后隔个几年之后又回来的 对 那他那 蛮多的 或者是嫁给日本人 几十年后又回来的也有 几十年后 对 又回来 那都几岁了 就 但日式酒店是一个 你年纪越大 也有可能收入会越好的一个行业 蛮特殊的 那那些女生被骗的故事可以分享吗 我觉得那不叫被骗 那就是 那个就是不是他们的时机而已 对 然后有姐姐好像是 上班上到某个程度 然后存了 就买股票 对 然后也买房子了 所以她就上岸了 但后来遇到股票大跌 又回来了 对 然后看到我的时候 就一直抓着我问说 我有没有跟以前差很多 我有没有变老了之类的这样 就很紧张 然后开始焦虑 然后回到酒店去上班这样子 对 然后还有就是嫁给 因为日式酒店大概 每个人最完 可能大家想到最好的结果 就是嫁给日本人 对 然后也有 结果你到了日本之后 是当二等公民 就很像在台湾的越南新娘 或者是印尼新娘 因为日本人就民族意识比较高 我是第一名 对 我就在亚洲 我是第一名的国家 所以她对待其他人 大概也是我们像台湾 在对待新住民一样的感觉 那你刚刚讲说 然后就受不了就回来 因为这个行业的关系 所以情绪劳动 对 很多人身体坏掉了 那身体坏掉的状况是怎样 我觉得那个台式酒店会比较多 因为日式酒店的话 我觉得还没有拼酒拼到这么严重 对 然后但是我们的薪水也没那么好 对 那台式的话 因为相对的薪水比较好一点 然后压力 工作压力 情绪劳动就会更严重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坏掉是 有可能是身体坏掉 因为拼酒拼多了 对 她身体是怎样判斥 判斥到什么程度 就什么 如果讲身体上的功能的话 就是精神出了问题 肝也出了问题 对 然后皮肤也出了问题之类的 对 大概是这种概念 对 那有人去清生的吗 这个也 我觉得这个 不是只有我们这个行业会去清生 每个行业都会有 每个行业都会有自己的压力 我希望我们是被大众看待 我们是跟一般医生 律师之类的 我们都是一个职业 对 所以每个职业都有自杀的可能 情务自杀 如果有那个 警语 对 又要放警语 请找张老师 那这个请教王医师 刚刚这个Sienna特别讲到情绪劳动 他们为了被讨好客人 所以情绪上是不是特别有状况 情绪劳动我们一般来讲的定义比较广泛 就是说是人跟人之间接触都算 那国外的研究的话 大部分研究的像是社工 甚至警察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情绪劳动 就是我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 我必须要去控制自己的情绪 那在相对上来说 像是资商师或者是精神科医师 我们这种照顾心理健康的这些专业人员的话 那我们在情绪劳动上面的压力会更大 因为我们非常强调要去同理我们的个案 那但是因为我们在专业上面 那个界线上面的划分 比较容易清楚 那像他们这种纯粹以服务为目的的 台湾不是有很多那种顾客至上的想法吗 所以那种顾客永远是对的 我们的很多低线的那种接待人员 其实也常常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顾客永远是对的 所以他说了你就要say yes 他的要求你就必须要把他照办这样子 那所以我虽然说没有去酒店 可是我可以理解说 如果他们的职业必须要 对对方的负能量照单全收的时候 那大概会有几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外国的研究叫做 一个东西叫做super acting superficial acting 一个叫做deep acting 也就是说你可以浮面的去做表演 就是我的内心其实不会受到你的牵引 只是我在外表上面 让你感受到很正向的东西 好像你跟我站在这一边 那深层的话呢 常常会出现在那种 照顾而虐的社工身上 因为他太投入了 所以他所照顾人的那种喜怒哀乐 全部很深的去影响到他 当然有很多时候 我自己在食物上面 也会有被我的病患关心过 关心说医生啊 你每天听这么多妇女的东西 你会不会受不了这样子 那我都会很感谢我的病人说 第一个 你可能认为我同理的很深刻 那但是我必须要说话 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 但是实际上我在内心深处 并不会跟你完全绑在一起 那你可以安心这样子 可是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 这其实说不定会有点失望 因为很多的当事人都会觉得说 你这么样子的专注的听我讲话 那你那样子的认同我所遭遇的苦难 那你是不是站在我这边 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国的 那当然我们的专业的话要很小心 因为今天一个太太来抱怨他老公 如果他太太觉得说 哇这个医生全都站在我那边 那下一次就等着老公拿着刀墙棍棒 来跟你医生算账了这样子 可是因为我们专业上有专业的伦理 但是他们酒店的话 我直觉的想到就是 他一定只能完全去接受 那如果对方的界限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那你当事人很容易受侵害 对 就是这有困难 我们这就没有困难 就比较容易阴传 比较容易阴传 其实如果你在每天大概下午的时候 四五点五六点 你就会发现有蛮多的女生 那时候就开始出来工作 整理头发 然后当你看到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们的肤色跟我们不太一样 比较暗沉吗 比较暗沉 没胖子啦 有点 失白啦 失白 有点惨白啦 惨白 他们都没在胖子啦 对 说起来他们可能也没在运动 我都说我是那个吸血鬼 因为太阳就融化 我很好奇 请问你们上班都穿旗袍吗 日式酒店大部分 日式酒店都这样子 可是我看到电视上开出来的 那些警察临检的时候 那些女生都穿得很少 那是台式酒店 那是穿得很少 他讲的是台式酒店 就是酒店也有分很多种业种 有什么制服的 有什么 制服便服礼服 然后李K店 然后什么茶室 李K是什么 李绒KTV 在李K店的话早期 我都觉得李K店小姐很厉害 李K店小姐就是 除了会陪客人喝酒聊天以外 她们还会按摩 然后早期的李K店 会帮客人修鬍子 做脸剪头发 超强的 那这个有专业啊 很厉害耶 那部比较盛行 对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其实要把当客人刮鬍须 要刮到不受伤 这也是个专业 对 如果不然 我们当你这样叫他 刮鬍须 不知道当时会再给我们 对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讲实在话 其实我不晓得男人间 有一些群组 LINE的群组 彼此都会传很多 很精彩的影片 比方说酒店 这个在 什么A片群之类的 不是 就是酒店 它就酒店 然后那个小姐 可能列出来就是200位 是中国吧 台湾哪还有现在这样 台湾可能人数 现在没办法 对 现在没办法了 然后都穿着高跟鞋 都穿很少 然后两边 然后客人来了 就要欢迎 这样子 那就让客人挑 那据说你们也有选非 这也是业种 就是不同的陪事业 我都统称这个叫陪事业 只要陪客人喝酒聊天的 不管是理K 或者什么之类 这种陪事业 业种非常多 对 那你们选非的时候 如何被选上 如何被选上 因为我没有在台湾酒店工作过 所以我不太晓得 但是我有一个 台北市娱乐公关经济职业工会 这个就是 是否只要是陪事业的 都可以来加入的 那我们就会有 专门的律师 帮这一些酒店小姐打 那个个案的官司 那我一定要讲一个 这种 比如说像刚刚老师讲的那个 薄莎小姐排排站这个店 对我而言 她其实是拯救了整个社会安全网 接不到的那一群人 可以去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不是在打杯请牌 而是我们看到的这一些 你们觉得小姐什么都不会 然后这一些 你就只会出卖肉体的这一些店家 我个人觉得她真的是 接一些社会安全网接不到的人 比如说她原本原生家庭就有问题 她没有办法正常的上下班 然后又或者是她原本身体就有问题 她没有办法正常的上下班 或者是你知道现在我们低收入补助 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有房产 你是不能申请的吗 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我老爸 他生了我之后就跟别的女人跑了 还去住建构他的新家庭 什么之类的 我却因为卡在他有房产 然后我不能申请低收入补助 之类的 但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然后影响了我的收入 然后但是我就像刚刚讲的这种薄莎店 他其实不太挑你的外在 不太挑你的年纪 只要你肯做 都会有钱可以拿 然后可以去缴下一个月的房租 或者是下一餐的饭钱 那像这样子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是一个 真的再讲一次 就是社会安全网接不到的那一群人 可以工作的地方 对 是 有的时候这么多的从业人员 那他们后来都往什么地方发展 因为总是青春年老去 这个慢慢的就消失了 他们也是有那个阶段性 年轻的时候就像那个美容老师讲 他们可能去可以展现肉体的 身材的地方 比如说什么礼服店 制服店 最高级的 台湾有四大酒店 以前有所谓什么四大酒店 所谓四大酒店其实最高级的 便服店 那个是最高 因为你开销大 最高级叫便服店 便服店 因为他又生四大 比如说龙亨 大家常常听到 龙亨 巴塞龙那 金杯 那个什么凯撒这种 一进去你就知道 那会给人的 因为里面的小姐 就是那个怎么被挑上的 那一定都是精挑戏选 模特儿等级的 身材又好 然后穿 所谓的便服店是因为你只能穿 你可以穿自己想要穿的 所以他穿得漂漂亮亮的 他自己挑衣服 自己打扮 身材外表各方面都有挑过 都是一起放的 便服店 对 但是你同样的 因为他那种 便服店是怎么赚钱的 他常分 是因为开酒吗 没有 那个是喝酒 然后有的是小粗 有的是大筐 小粗是什么 小粗就是 我今天跟梅瑞老师 聊得很开 本来是会跑嘛 就换 可是我跟你说 你讲这样太复杂 他们听不懂 应该简单来讲 就是这种店就是 一个人进去 一个小时花一万块起跳 这样算 这样才知道 对对 一个人进去 就是你进去一万 你喜欢 你就把它留下来 再加钱 你要再带出去 再加钱 就是什么东西 一直加 一直加 所以加上去 你到最后要把那个小姐 属于你的今晚 大概就要花 你如果以供订价是一万六千八 一万六千八百块 还不加别的 现在已经到一万七 一万八 一万八 对不起 比方说我喜欢梅瑞小姐 那我要带她出去 的价格是一万七 的左右 那个时候是一万六 那我进去再就缴一万 你喝 你关人头就是一万块 我小姐会跑来跑去 你只会看到 不错 再加三千 好啊 那留下来 那我说 你赶紧跟我出去一下 十二点就回来 再加个几千 那我今天晚上到 我都要了 到凌晨四五点 我都要了 一万八 买断给你 带出去吃宵夜 这什么干嘛 你要吃一下 是总金额一万八还是说 没有 这慢慢累加上去 那这个小姐 今天的value 最后大概就 但是也有人会把一万八 产生更大的价值 有些妈妈桑很厉害 比如说美如 都知道说 整个酒店 进去就是要找她 有没有十个这种美如的 有 我想有的人 就直接一次 框十个美如 我框她两个月 框她五个月 全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她是金姬母 后来呢 那个洪一哥你来了 我是妈妈桑 然后你就一定会挑最棒的 有志啊 你们店里面最棒的谁 我就叫美如 你们是一万八嘛 谁跟你一万八啊 一万八是我买她的价钱 我很喜欢她 你不是就一公司老板 一位给你算 这样好不好 两百万 包 包啊 整个包 包啊 因为我那个妈妈桑 那包的意思 她需要上班吗 她不用了 不用了 但是还有更厉害的 包完之后再来上班 她可以赚两个 因为我包了你 对不对 等于你不用 你可以在家里面休息 我心疼啊 好开心喔 但是不是 因为你要再赚第二团 所以你再来上班 然后王医师看到了 那包她的那个人 包她那个人 不一定知道啊 有的厉害的小姐 一天陪框五六次的都有 对 这样子啊 那小姐可以拒绝吗 可以 你要看各个店啊 有的像美如姐讲 那个薄纱什么的 比较难拒绝 但是你听到那么高级的 有时候小姐就 我是王牌 我红牌 我不喜欢出去不行喔 但还有另外这种的 还有另外叫 那种是不会有任何关系 但是也是非常高级的小姐 但是你也不能 不能有任何的非分 也不能带出去 但是她也是非常的高级 她在里面就是纯粹让这些老板 开心 她是用日式酒店的变种 对 那个是Piano Bar 钢琴酒吧 有人在弹钢琴 对 上面有弹钢琴 下面的小姐是便服 然后大家要围坐坐 然后喝酒这样子 对 然后就是门帘 薄纱 那个拉下来 常看到 然后那个三桌客人看歌啦 然后就带着小姐上去唱歌 那小姐都是看着都非常的漂亮 很棒 其实这些老板只是要去 那钢琴酒吧要给多少钱 钢琴酒吧那个就是另外算 他也是这样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一个人像最近又涨价了 之前一个人大概一个晚上 大概三千块 就会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什么叫三千块跑来跑去 就是他所谓叫董事费 就是你今天一进去了 我就是我要点小姐 对不对 就是三千块 那你四个客人就是 一万二 那小姐就可以一直跑 那边里面有十个小姐 可能是这桌跑来跑 这桌跑来跑 这桌跑来跑 公台的 所谓的公台 我就付个董事费 那可是他都不来坐我这边 会啊 会轮流 那你如果真的太喜欢他了 那你就说那请他留下来 那加个一千五 加个两千 加个一倍的价钱 他可以留在你身边 但是没有出去这种东西 所以刚Piano Bar的小姐 就只有陪喝酒 陪聊天 就日式酒店的地方 陪跳舞 就他有很多专业 他要去念股市 对 他要知道股票的结构 因为大家都是老板 对 他要知道社会时事 对 可以谈俄乌战争吗 可以 连俄乌战争 美国局势 连黄仁勋 Amvidia 他都可以谈 所以你到Piano Bar 就是找一个跟你 起鼓相当的女生 然后可以喝别小酒 然后欣赏她漂亮亮亮的 然后还是给你谈俄乌战 给你谈黄仁勋 NVIDIA 就那种又是另外一种的 那往下 就是当然就是所谓的 最高级的是便服 接下来就是Piano Bar 接下来呢 然后或者是再下来 就是礼服店 礼服 对 什么叫礼服 礼服就是有给你一套服装 大概公司都会穿这种 叫礼服的 那不叫便服吗 不叫制服吗 制服又是另外一种 礼服是公司开放 你可以到 当然所以你要考虑到 林森北路不是常常有很多 那种衣服的 卖衣服的店 一套一套一套的 那公司说我们公司就在穿礼服 那你自己可以去买 那礼服是算 像那个什么 结婚礼服那种礼服吗 不是 就是小洋装 小洋装 对 可是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来参加我导覽 我两个小时讲满满给你 因为这样一个小时 真的没够用 我跟你说 因为酒店有分很多种类型 装成很不懂 然后就 我帮观众问 我应该其实是在挑说 有这刚刚有几个地方 假错了 错了 我错了 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告 好 好 那所以有次这个便服店 然后平安罗吧 接下来礼服店 礼服店 那是 大家如果开过林森北路 经过107那边比较没有 119 大概到二字头那边 有看到很多的店 就是在卖衣服 而且奇怪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美如姐 你也不会去那边买衣服 没有 那个就是很多 很多酒店小姐 它里面就有些那种 比较连绳的那种礼服 它整套的 迷迷短裙 对 或者是到短裙的 那就看各个公司设定的不一样 那你自己可以 那个店是全门 你买给小姐的 很多是 了解 那个是卖给客人买给小姐的 对 给客人来买给他的 里面还有包包 还有什么 对 然后那种的叫做礼服店 那礼服店的 价钱比较低一点 但是比制服店高一点 大概一个小时大概要两千多吧 大概两千块左右 对 差不多 然后坐台一小时两千 就含酒含小姐 对 它店家不同 装潢不同 设备不同 名气不同 小姐的名 像以前 那客人可以上下起手吗 礼服店可以签 可以 有的时候会秀舞 有的会秀舞 所谓秀舞就是有一个时间 音乐放了之后 它就开始在你身上磨蹭 然后 因为你看着穿着礼服 会敢穿礼服的女生身段 应该都还不错 它就在你前面这样摇曳生姿 随着那个音乐跳 那你前面就喝酒很开心 那你身上跟你磨蹭一下 它就是让你感受那个放松的一刻 像那个 其实开销比较大的是比较老板 比较老板就是洪怡哥你讲的开酒 一瓶九八千块 一瓶九要八千 外面九百块一千块的 跟日式酒店差不多 我们大概乘以十倍 然后开两瓶就一万六 然后送你一瓶 开两瓶送一瓶 开两瓶送一瓶 那你一瓶一瓶就是八千 那像日式酒店 我们没有 只有周年庆才有开二送一 那制服店呢 制服店就是美如姐 比较看到的那个 你看到零剪画面 然后一字排开 整个很修长的推 然后就肉乳肉胸的 公司就是定这个制服给你穿 你就是穿这个 那按照你的身材比例 有时候还不管的 所以有的胖一点穿起来很崩 对 有的瘦瘦的穿起来垮垮的 那制服店的服务是什么 他们的服务以前也有分 敢的跟不敢的 敢的就是没有人会直接脱衣服 在那边一字排开老板好 台湾不会有这种店 都是一样穿着制服 但是呢就一样 礼服店他就关起来 穿着衣服给你摇曳绳子 但是制服店是可以脱掉制服的 脱掉制服 脱掉就没有了 就所谓你们所谓的脱衣陪酒 对 上空陪酒 上空 那个时候客人就可以上下棋手 可是跳完舞之后 常常会给个小费 所以他们就靠小费在过生活 所以因为灯光暗 所以你就像刚刚塞安娜讲的 他最后破一破 通常为什么容易 比较容易放松的那地方 然后收留很 所以塞安娜讲的 收留很多不见的条件 对不起 那制服店接下来是什么 公店吗 制服店在往下 就是他们如果制服店不是说他老了 制服店应该说条件比较差 他可能稍微胖一点 长得没那么好看 那他又想赚钱 刚刚时间来讲 他家里怎么样 他就是没办法工作 他就去那种地方 因为灯光一按 他就可以做了 但是还没有在条件更差的 其实也有 就万华 对 就万华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收到个案 一个六十岁的阿嬷 然后他用两百到五百 再接性交易 然后就为了要养家里那一个 就是三十岁四十几岁的 精脏的儿子 有啦 精神障碍的儿子 因为黄玉璇老师 就在那 就他说在广州街 他他想说他粉丝很多 那男朋友来 他说这样这样 结果黄老师也这样 他想说我这粉丝 就是这么热情 结果他说两百 两百 要跟他搬走 这人做 我都气得要死 弘医讲的 我同学 他是中兴新村出来的 他嫁到万华 碰到一个老先生 就跟他讲这样子 他说没有五路 只有三路 三百喔 但是他以为这样子是 五路的车子 结果他 我同学就跟他讲 这样子有三路 他以为说三百喔 好便宜啊 OK 所以他们后来 就会到万华去 年老社衰的啦 或者是他真的条件不好了 他就是变成站白的 但是站白的又是另外一个了 他比较像轻柔女子 那不算是酒店 酒店其实是提供给 不同阶层的人 你上班完之后想去放松 想去找欢乐 但是要真刀 真枪实弹的 那个又是另外一个 那什么叫阿公店 阿公店 因为他条件 就像那时候万华的 疫情的那个地方 他其实到后来 已经不算是生社场所了 对... 他下午就开始一夜了 他其实根本就喝茶 对 喝茶 那种都六十几岁的阿嬷 那你在那边 喝茶聊天这样子 对... 他只是想找 每个地方打发 一个下午一啤茶 一百五十块 整个下午打发 对... 他也... 搞不好连手都不能碰 或者是什么 但是他去干嘛 他去买爱情 爱情啊 这手不能碰 买配饭 你看喔 从二十几岁一路 当到六十岁 他对男人的手段 搞不好都比谁都强多了 那阿公要的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知道 那阿公要的是一点点的